上赛季的胡人快船可谓是难兄难弟 然而随着一条新闻的出现 快船这边乐上了天 胡人那边则忍不住哭出了声 根据Chris Hayens报道 约翰沃尔已经和火箭达成了买断协议 成为一名完全自由球员 而ESPN随后报道 虽然目前有很多队伍追求约翰沃尔 但是沃尔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加盟洛杉矶快船 而与此同时 隔壁的胡人则传来一则预料之中的噩耗 威斯布鲁克选择执行球员选项下赛季将领到4710万美金的薪水 如果沃尔加盟快船 那么下赛季的快船十分值得期待 乔治和伦纳德商与归来 再加上沃尔这个前东部第一空位 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众所周知 快船最大的问题就是 无论乔治还是伦纳德都不是一个合格的playmaker 而沃尔的到来让球队有了新的掌舵者 年仅31岁 生涯长军19分9助攻的沃尔 肯定会给快船带来巨大的帮助 只是 有没有人能救一救胡人呀